大家好,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遊戲叫做傲事天地 這款遊戲在6月4號剛剛推出了iOS和Android系統雙版本的遊戲 這款遊戲是以三國制當作故事的主題 最特別的地方在於裡面引進了軍團制 因此軍團就像是工會一樣的意思 可以讓大家以工會的方式進行打鬥 那在三國時代當然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要佔領許多的領地 讓自己可以稱霸稱王 目前我們所在的位置就是我們的領地 可以看到就有小小的組成各種商店等等的 那我們的目前領地還非常的小 那如果要擴充自己的領地的話 一定要有足夠的糧草 糧草就在右邊這邊有一個綠色的框框 按加號之後呢就可以增加自己的糧草 那我們先來看看征戰系統吧 如果我們要去打仗的話呢 按下右下角的軍事 再點選上面的征戰 因為當時三國的背景就是一個群雄歌劇的時代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小軍閥 那我們就要按下進軍 然後選擇之後呢再按下攻擊 這款遊戲呢是以角色養成當作主要的目的 那在攻擊系統當中啊 設置了十種不同的陣型讓玩家選擇 玩家必須根據每一場不同的戰役 然後排兵佈陣 安排合理的攻擊啊 控制治療等等我們才能夠勝利喔 如果想要跳過遊戲過程的話 可以按右下角的結果 我們就可以看到最後到底是誰贏啦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獲勝了 獲勝之後按下返回 然後就會回到剛剛的地方 那如果想要回城的話呢 就按下底下的軍事 按了之後呢再按左邊這裡有一個回城 就可以回到城區啦 那剛剛有提到我們現在是在三國時代 當時時代啊就是大家都延攬各方群雄 然後希望可以增加自己的實力 同樣的我們也要看到底下這裡有一個武將 在武將的部分呢 我們也可以訓練武將跟招募武將 先點選招募武將吧 比較特別的地方呢 是這款遊戲分為 把武將分成 童 勇 智 三種才能 那這三種不同的面向呢 也賦予武將們 三種不同的性格 因此我們可以考慮說 我們到底要選擇誰 哪樣的性格比較多 比較適合我們 然後來進行招募 然後另外在底下佈陣的部分呢 我們也可以安排一些比較特別的陣法 那遊戲當中呢 他們就說他們陣法有規劃非常多不同的陣法 因此我們如果規劃好我們的比賽的話 在戰鬥當中會有16億種的戰鬥結果 耶 是不是超吸引人的啊 除此之外呢 還有比較特別的地方 剛剛有說到我們是需要糧草的 在右邊城邦右邊這裡有一個去農田 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選擇一塊土地進行攻擊 如果佔領成功的話 我們就可以收割糧草 那等到我們達到遊戲等級30等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小秘書的功能 這個小秘書啊 就會提醒我們什麼時候要收糧草 甚至還會自己幫我們完成一些 比較簡單的小動作小功能 讓我們的軍隊可以變得更加的茁壯喔 這款奧式天地的遊戲呢 它裡面呢 它把一些遊戲介面變得非常的貼近大家的生活 我們可以很輕鬆的就上手 而且在遊戲的畫面當中 色彩也非常的飽和 帶給玩家一種戰火紛飛激烈火爆的戰鬥氣氛 如果對於我們今天介紹的奧式天地有興趣的朋友 趕快點選右下角的官方下載進行下載吧